词词 作词 词 喂 课长 叫长 你是用体育 为帮我 课长 我 喂 真倒霉 我跟课长看这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救命啊 你喊他 你喊你这大神 我这些兴奋 救命啊 救命啊 我告诉你 老子看上你 是你的造化 你要是尊重了老子 吃酒就喝辣的 你要不尊重 我叫你好看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蔡芳天 你混蛋 你敢欺负宛如 我给你拼了 蔡 蔡芳天 你个宝宝蛋 我弄死你 你 你是 我干嘛 我看你啊 肯定有事啊 老乡啊 什么 住啊 好 老乡 给他疯疯经历啊 个瞎子的 这刀子喊事 老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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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苟且之事 结果他们诬陷我 给我开除了 不过 我还要感谢那龟孙子呢 谢他 谢他干什么呀 如果不是他 可能蔡霸天就得逞了 不想再说他了 嘉悦哥哥 得罪了他 算了 不提他了 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啊 我以后 我以后想留在村里 好好照顾你以后吧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 我决定的事情 谁也改变不了 蔡霸天那个混蛋 这次没有得逞 一定还会骚扰你的 到时候被老爸碰见了 他一定会和他死磕 如果我不在你们身边 谁来保护你们啊 嗯 那这事等李叔回来 商量商量再说 你不说我都忘了 我爸呢 还在田里吗 嗯 在呢 我是去给李叔洗衣服的 没想到 被蔡霸天骚扰了 宛如 以后你不用怕了 有我呢 宛如 以后你不用怕了 有我呢 宛如 我还有点事 我先出去一下 那我给你做饭 谢谢爷爷的预备 小子 恭喜你成为龙王第十八代传人 法术医术将一一授传于你 龙王传承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我先配置出一些解锁当试试 如果可以 明天到镇上去买 我先来试试 这套药是不是有这么神奇的效果 好东西 果然是好东西 今天 这局势消量了 好喝又结属的结属汤 不结属不要钱 什么结属汤 那不就糖浆水吗 结属汤呗 好喝又结属的结属汤 小姐们 谁能救救我的孩子 小姐们 谁能救救我的孩子 怎么了大姐 我给你看看 我这孩子有病了 就都昏迷不知咋回事啊 没事 大姐 这孩子就是中暑了 喝一碗结属汤 它就好了 大姐 你信我话 你还是上医院吧 她这汤是骗人的 赶紧上医院 赶紧上医院大姐 小姐 相信我 就试试 我这孩子试试 我这孩子试试 真醒了 我大孙子醒了 醒了 我大孙子 谢谢你啊 孩子 谢谢你啊 救了我大孙子 大孙子醒了 没事 大孙子醒了 没事 大姐 谢谢你 快走吧 谢谢你 大孙子好了 是不是 结属汤呗 这么好啊 真好啊 真好啊 这么好啊 真好啊 我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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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结属汤 全部卖光光 太霸天 你给我滚开 我喜欢你 想追求你 我爱你 你给我起开 别的 秀兰 你看你家二狗都死了两年多了 你该考虑考虑改嫁的事儿了 你给我滚开 太霸天 别的 秀兰 都想成业人 你放开我 你装什么精尺啊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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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懒得 越懒得越大点 一会儿就越刺激 放开我 放开我 卖光光 放开我 放开我 蔡霸天 又吃你个杂碎 看学业今天不拼了你 哎呦 哎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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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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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夏月啊 又是李夏月 三十五四块老子好事儿 大大的 老子跟你拼了 啊 啊 哎 没了 啊 啊 啊 太八天 看你还敢不敢出来坏人 小月 算了吗 你再这样打下去 他会没命的 太八天 今天秀兰姐给你求求 我下次再看见你胡作非为 小心我废了你 还不快滚 秀兰姐 你怎么一个人在深山里 我打算 擦着草药就回去 哪想到遇到太八天 这个恶霸 幸亏遇见你 那秀兰姐 要不你跟我一起回去吧 路上再遇见坏人就不好 怎么 看不够了吗 他不快点走 走吧 秀兰姐 你怎么了 我 我后面那地方 似乎有些疼 后面 后面是哪儿啊 我刚好学了一点医术 要不我给你看看 秀兰姐 你快脱衣服 我帮你看看 我帮你看看 给他看 正如传出去了 那个丢死人了 秀兰姐 你倒是快点啊 秀兰姐 你这很有可能是毒蛇咬了 如果不赶紧处理 后果不开设计啊 我 我这就给你看 啊 你 你看到我肩上那块红肿的 我看到 有一个红色的印象 秀兰姐 你应该是被毒蛇咬了 那怎么办 小月 要不你送我去镇上的诊所吧 秀兰姐 镇上的诊所 离我们时机离路呢 就算现在过去 恐怕到了 毒素也变不全身了 那怎么办 小月 你可一定要想办法救救我呀 秀兰姐 倒是有个办法可以救你 我就能帮你解毒 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你倒是快点说呀 秀兰姐 对不住了 秀兰姐 对不住了 李叔 你尝尝我今天新当的豆角可好吃了 要如你也吃 佳月哥 你回来了 快快快 坐下吃饭 快 快好好吃了 爸 我想留在村里 好好照顾您 小月 你在外边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了吗 爸没有 我就是想留在村里 好好孝敬您 胡闹 这简直就是胡闹 你说你一个大学生 你说你一个大学生 在这儿 是要什么话 再说 在咱们忘了村 以后有什么主意 赶紧给我走回城里去 我以后打断你的腿 无意你个儿子 爸 小如 帮我劝劝劝我爸 家月哥 其实 其实你真应该回城里去 爸 我知道 你想我有出息 但是我留在望龙村 一样有出息啊 我有信心 帮着望龙村的百姓 支付 李叔 其实家月哥哥 想留在这儿 也是为了保护咱们两个 你都不知道 前两天 我差点被猜八天骚扰 前两天 我差点被猜八天骚扰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雪月啊 让你留在家中 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 我有个要求 爸 你说 我的要求很简单 就是在年前 给我挣个五万块钱 比如说你以后 即婚用 爸 没问题 如果年线挣不够五万块钱 赶紧给老子滚回城里去 不然我打断你的腿 爸 我答应你 好喝要结熟的结熟汤 不结熟不要钱 哥哥 你这结熟汤多少钱一杯 五元一杯 五元 是不是有些贵了呀 小朋友们 我这结熟汤 互没加联 如果喝了不管用啊 我推给你钱 行 既然你这么说了 那就给我来一杯 好嘞 拿好 怎么样 小妹妹 给你拿好 怎么样 小妹妹 还行吧 凑合 那就再给我来一杯 好嘞 给你拿好 再见 再见 结熟汤嘞 好喝又结熟的结熟汤 不结熟不要钱 结熟汤嘞 小刀 给我来一杯 我倒要看看你这结熟汤 怎么神奇 好嘞 来 给您拿好 这什么结熟汤啊 你他妈要独走啊 兄弟 你这样说话 有点过分了吧 兄弟 谁他妈跟你是兄弟啊 我今天把话给你撂着 你今天要是不为张老的损制费 我他妈闹死你啊 你是来闹事的吧 我他妈看你就是有点给脸 不要脸啊 我不喜欢别人在我面前要我原味 如果你再骂我一句 我废了 你竟然敢打我 老子怎么拉住你 老子怎么拉住你 滚 你什么个老子躺着 小伙子 我劝你还是走吧 你刚才打这个可是豹哥的小舅子 我估计现在去找瘾去了 谢谢这位大姐的提醒 不过 他喝我结属汤的钱还没给呢 我呀 得等他把结属汤的钱 送来我再走 小伙子 你说是钱重要还是命重要 谢谢大姐了 结属汤来 又甜又美的结属汤 不结属不要钱 你给我腰点错 结属汤来 姐夫 看见吧 就最小的 你可一定要为我报仇啊 你居然这么个弱不进风的小 把这责任 真那么废物 姐夫 这小子真的被游两下了 我去会会他 这位兄弟 是来还我刚才的结属汤钱吧 居然敢挑戏我 兄弟 打了我钱包的人 是不是给我个说法啊 你想怎样呢 给我跪下 磕头 再拿五千块医药费 这事就算了 可以倒是可以 不过 不过怎么样 不过你兄弟骂我才行 还喝了我一碗结属汤 这事该如何呢 这么说 你是不接受我的条件了呗 接受啊 不过前提 你们也要接受我的条件了 给你脸你不要 兄弟妈 干他 给你脸你不要 兄弟妈 干他 大哥 大哥 这小子 你怎么 哎呀 有超能力啊 妈 现在 我们可以谈谈了吧 快过来给大哥多歉 啊 啊 大哥 我错了 对不起 爸爸 我错了 道歉这些虚的呢 我看就算了 刚才你喝了我一碗结属汤 我这种结属汤呢 你就给我五千便是 大哥你买汤还不敢拿钱 大哥 这就买 我这就买大哥 那就谢谢了 那就不打扰了大哥 站住 如果我下次再见到你 在集市上欺压百姓 别怪我不客气 好了大哥 今天这事 都是我小舅子不醉 以后有机会 让我们好好请你吃一顿 好说好说 好 今儿五千大洋 到手 收工回家 爸 我回来了 家瑜哥哥 你回来了 宛如 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来有一会儿了 李叔不在家 你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五千大洋的 看你乐的 跟个孩子似的 给 那好 这个钱呢 拿去镇上 拿点衣服 剩下的钱 什么时候用 你就什么时候拿出来 家瑜哥哥 我不能要你的钱 干嘛呀 我的钱不就是你的钱吗 怎么了 出什么呀 出什么呀 我就有高兴 傻丫头 那你不拿我就把这些钱 都给你买衣服了 好好好 我收着 但这钱呢 你要用的时候 我就给你 这是对的吗 给 傻丫头 对了 家瑜哥 刚才秀兰姐找你 说红侠姐找你有事 你快去看看吧 红侠姐 行 那 班若 你先在家做饭 我买了很多菜呢 先去红侠姐家一趟 一会儿就回 秀兰呢 你老是喝姐说 那天早上 你到底有没有 被李家瑜给那个 我可是亲眼见到呢 他把你的衣服 都给扒了 他把你的衣服 都给扒了 哎呀 胡佳姐 你在胡说些什么呀 那天晚上 李月只不过是在帮我吸射毒 压着就没有发生什么 真的假的呀 再说 李月只不过是一个小屁孩 我怎么可能和他 行那些苟且之事 秀兰呢 你还说也没有和那小子那个 你看 我也没说两句 他脸都红了 哎哪有啊 对了 红侠姐 你叫李月来干什么 你不会是想对她做些什么吧 哎 孙娃儿啊 其实你也知道 我家那口子 走得早 作为女人 咱们同样手管 这其中的痛苦 你也挺亏不 红侠姐 再讲了 哎呀 小佑弟弟 你终于来了 哎呀 红侠姐 你没事吧 我有事 我有病了 我有事 我有病了 有病 红侠姐 你别说笑了 你身体好好的 你有什么病啊 姐有病 是真的有病了 红侠姐 我刚才仔细给你耗过脉了 你真的没什么病 姐是真的有病了 是很难治的心病 不信 你摸摸姐的心跳 红侠姐 你今天找我什么事 你就直接说吧 你怎么了 难道姐的身材 不够吸引你吗 红侠姐 你在这样 我就走了 小佑你别走 秀兰姐 你们找我有什么事 你们就直说吧 你们在这样 我可真走了 小佑弟弟 其实我今天叫你来 是真的 来给我治病的 只不过 现在看来 你没有这个本事 那 这件事情 就算了 其实 我找你来 是因为 我发现 我的屋外 弄鬼 其实 我找你来 是因为 我发现 我的屋外 弄鬼 弄鬼 红侠姐 你可不要吓我呀 刚才你可没有说这件事情啊 我骗你们做什么 就在四五天前 我经常 看到我的屋外 有个白色的影子 在晃悠 起初 我也以为 是别人在捉弄我 可是 那白白的长袖 长长的头发 简直 吓得让人 魂不附体 红侠姐 你除了洗澡的时候 还有没有看见那个白影 没有 其他时间 我下边就没有见到过 那红侠姐 你把洗澡的时间 提早一点 这样那个色鬼 她不就看不见了吗 姐姐天没黑 就洗澡 难道洗给你看呢 好了小爷地点 这件事情 我告诉你了 你千万不要对别人说 不然 会对别人说闲话的 红侠姐 既然你跟我说了 我一定会给你解决 正好 我也想看看那个色鬼 到底长什么样 真 真的吗 当然 太好了 真的太好了 红侠姐 现在天色不早了 你出去洗澡准备 诱惑那个色鬼出来吧 我怕 没事 我在这 我守着你 去吧 小月 我也跑 没事 有我在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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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 有 很 不会吧 没事 别跑 没事 2121262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今天晚上能不能陪陪我 对不起黄雅姐 我爸说晚上找我还有事 我回去晚她得打我 你要实在害怕 让秀兰姐陪你吧 有色鲜明色胆的家伙 下次来一定让你好好陪陪姐姐 买结属汤嘞 又甜又结属的结属汤 买结属汤呢 兄弟 你可算是来了 你这是又来找打架来了 大哥 你这是又来找打架来了 我怎么可能找你打架呢 买汤 买你这结属汤 买结属汤 对 买兄弟你这结属汤 大哥 你这结属汤不是5000块钱一桶吗 我全要了 嗯 不够吗 我出一万 两万 那你买我这汤的用途是什么呢 其实我认识个项目方 他想买这个结属汤给工人喝 天太热了工人干不动活 要是两个月之内干不完活 他就得赔给对方1000万的赔偿金 嗯 今天这汤呢 我都是可以卖给你 不过下次 你就得让项目方亲自找我来谈 当然啊 为了答谢你 我可以帮你治好你的病 我可没病 这么损伤 导致你现在也没有完全康复 所以嫂子对你 也不是很满意吧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 你的病 我能治 岳哥 不 岳爷 你要能治好我的病 以后你就是我大哥 我一定誓死跟随你 好说好说 这样吧 明天你带我去建项目方 只要把合同签了 回头啊 我在帮你治好你的病 你看如何呀 好 包子 哎 你说那个小神医 能熬制解水汤 还能治好你身上的病 是啊 龙哥 那天他一眼看出我有毛病 一点都没许让成事 他真的有那么神吗 啊 龙哥 我跟你这么多年了 我能骗你吗 一会儿他马上就到 到了你就不知道了 那兄弟 我给他信你一回啊 好嘞龙哥 龙哥 换个意思 来吧 嗨 别喝 你就别调侃我了 以后你就是不是喝 叫我包子就行 这就是 小岳兄弟吧 您是 自我介绍一下 比人 唐星龙 是这次跟你合作的合作伙伴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唐老板 久仰久仰 哪里哪里 快坐快坐 好 兄弟 这次合作 你有什么想法跟看看 你就直出 想法倒没什么想法 只不过这价钱 兄弟 是觉得这个价格低了是吧 这个好办呢 你看这样行不行 以后你的结属汤 我愿意花十万块钱 买你三桶 你一价如何 这结属汤并不值这么高的价格 所以呢 我每天只熬制三桶 你给我五万块钱便是 毕竟 我们还得长期合作呢 好 既然你这么说了 那五万就五万 哎呀 跟你合作呀 真痛了 是个爽快人 哎 这样吧兄弟 咱俩也算有缘分 你要是不嫌弃 我您招你几岁 要不然 你叫我生唐哥 我呢 叫你生小月兄弟 你看 怎么样 现在唐哥都这样说了 我这做小弟的 再去推辞 那就是不给唐哥面子了 哈哈 好 好 哈哈 这个报告 你让我给你配这要呢 我给你配这号 我给你配这号 至于熬制的方法 都写在里面 你只要这段时间进狱 我保证你喝完这副药啊 会和二十岁小伙伴一样 精力充分 兄弟 你 你的这个药 真的那么神奇吗 唐哥 算我们刚认识不久 哈哈 如果我骗了你 岂不是砸了自己的饭碗 好 好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唐哥 这个药呢 我得去山里采训 所以这段时间 你再等两天 你看如何 马若 马若 怎么了 你还要赚钱 然后跟白婶提亲 我妈跟我哥 虽然都在城里打工 但是这村里 都是他的眼线 佳岳哥哥 这 人烟可畏啊 宛如 我们家以前很穷 白婶看不上我家 正常 但你放心 我会努力的呀 你看 我给你买了手机 佳岳哥 你哪来这么多钱 你可不能为了赚钱做傻事啊 你放心 就算我妈不同意 我也嫁给你 不管你有没有钱 马若 你怎么这么好啊 你相信我 我一定光明正大赚钱 然后楼骨圈天娶你 哎 佳岳哥 你 你快去田里 叫李叔回来吃饭吧 怎么了 开修了 我才没有呢 不理你了 爸 谁干的 小军是你这样 是我自己不小心摘了一下 爸 我先给你调理一下伤势 可能会有点疼 你先忍一下 爸 你看看好点了吗 你小子 没想到还有了 小子 你怎么没告诉我 爸 你之前也没问过我呀 还有 那结属汤 其实也是我用中药配置的 你小子 爸 你跟我说实话 是不是王静宇那小达的 不是 是我自己不小心摔了一脚 那行 你跟我回家吧 哎 伯儒 把李嘉月给我叫出来 如果你们今天不把那块第一个老子叫出来 别怪老子对我们不客气 你要干嘛 赶紧走看 伯儒 老子今天就把花撂着了 如果你们今天不把那块第一个老子叫出来 老子就让你们知道知道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你们赶紧滚开 我嘉月哥哥一会就来了 我嘉月哥哥可连菜八天都打过的人 菜八天在我眼中 就是个屁 给小爷踢鞋子不配 般若 最近 怎么约这样的事 来来来来来 王静宇 把你的脏手拿干 哎呀 哎呦喂 啃出来了 行 今天先分拎他腿 让你和你那儿瘸腿老爹 下半辈子 做的瘸腿父子吧 看来我不好好教训教训你们 你们真不知道天搞地后 是吗 啊 哥 哥 你 你干什么 我干什么 我劝你别的过分啊 我救他干什么 我救他 我救他 我 说呀 怎么不说了 小爷让你说 别打我 我说 不说 求求你别打我了 是我同学 是他让我来将村子里的地 收回来的 说收回来之后 每年就能给我们家十万块钱 所以 藏龙潭附近有几十亩地 十几户人家 为什么偏偏选择我家 因为 因为你们家好欺负 你家好欺负 我爸 是我爸来了 儿子 妈妈来了 你来抓 不要动 不要往我走 小 小 儿子 儿子 乞 儿子 乞 妈 乞 你这是怎么了 我的乞 是哪个混蛋如此狠心 虽然是汉对你啊 你又不会放过他的 我要让他下十八层地狱了 就 就是他 就是你打的我儿子 你是真分不清大小王啊 在这望楼村 我家就是天 我儿子 就是太子了 狠狠地打 敢打我王富贵的儿子 你还想不想在望楼村混下去了 王庆宇 看来我是没打疼你 不然你还敢告状 恶魔 这家伙就是个恶魔 爸 我们快点逃吧 不要和他作对了 儿子 你就是胆子太小了 我倒要看看这个家伙 有什么能耐 敢在我王富贵的地面上撒野 我奉劝你们 不要相信这老家伙的话 否则 你们会很惨 上 还弄着干什么 我花钱雇你们来 不上 你们还想要要钱了 看来 你们是不愿意相信我的话呀 小兄弟 你有没有三百块钱借给我 家里有点急事 你能不能借我三百块钱应用去 我这五百 你都拿去吧 好 谢谢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如果谁想对付李家月 先过了我这关 该死的 我叫你们来 是收拾他的 我是来帮他的 你给我滚回来 滚回来 上啊 梦死他 我给你们的钱 是 乡亲们 我不想与你们为敌 我知道你们是穷的走投无路 才和王富贵同流合污 今天我李家月把话放着 只要你们相信我 一个月内 我带着乡亲们 发家之父 乡亲们 不要听这小话胡说 他家穷的 都揭不开锅了 还在这吹牛呢 梦死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后的东西 什么 恶魔 这家伙就是个恶魔 爸 我们快点逃吧 李家月 我看你是不想在手里混了 你 你敢当我男人 我敢当我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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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滚 我滚 姐妹 你 你 走我爸 再不走 我们站在这儿就交了在这儿了 啊 怎么回事 我的腿怎么不停使过了呢 你们不是想在这儿待着吗 那就待着好了呀 李家月 你要干什么 你想怎么样 我姐夫 可是忘龙村的村长 忘龙村长 别 别打我 这都不是我的主意 是我爸才要针对你的 这不关我的事啊 求证你别再打我了 黄青月 你很怕我打你吗 要你不打我 你说什么我都打你 你说什么都打你 好 我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 你给我打他一个 我 叫这 怎么 下不去手吗 是不是要我 给你松松筋骨啊 别别别 我让你说的意思去做就是了 爸 为了儿子 你就多忍受一下吧 啊 啊 去啊 去啊 别打了去啊 去啊 你这畜生 连你爸你都打 我 我现在可以离开了吧 我 我现在可以离开了吧 滚 小兄弟 谢谢你了 钱以后我就管给你的 我也就先告辞了 好 嗯 家外哥哥 得罪了他们 日后怕是要有大麻烦呀 没事宛如 有我呢 嗯 宛如 我带你去镇里 选几件衣服嘛 顺便去见一个人 我知道家里还有好几件衣服呢 要不我就不去了 你这衣服都破旧了 家里那几件衣服 我都走光了 我不想别人看见 好了好了 我赶紧去就是了 那行 你在这等我 我去取车 嗯 好 宛如 你坐稳了 嗯 宛如 宛如 你没事吧 没事 我就是刚刚 我给你扒稳 宛如 宛如 你怎么还松手了 这要是把你摔了 我爸不得打死我 你快点把我 好 宛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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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这里怎么样 很好 宛如 将来 我一定让我们老李 甚至整个旺盟区的百姓 都住成这样的房子 过程好的生活 我相信你 宛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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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唐哥 哎呦 兄弟啊 哎呦 你可算来喽 老哥我呀 等的豪谷啊 来 快坐 小月 这是erver 了 你 有福气啊 能娶到这么好的老婆 哎 原本啊 我还想着你没有女朋友 把我家女姑娘 接着给你们认识认识呢 不是不是大哥 我跟嘉悦哥哥 我们其实 弟妹啊 你这种大哥叫的我 这个心里舒坦 当大哥的不能有见面你 来 索性呢 我就把这块 陪伴我多年的护身义飞 索性送你了啊 这当劲卖你来 这不太好吧 汤哥 这带我盐上带出的东西 送给我这做小弟的电视 至于他的 怎么也给人扫不送啊 对对对行 弟妹的礼物啊 让我再给你稿子给你补上啊 那些多谢汤哥了 汤哥 你这预配是从哪里弄来的 我对这预配的来历 还有些好奇呢 这块预配啊 可大有来头 我是在一位得到高中的手里 花高价钱请回来的 呆在身上 心旷生意 哈哈 对了岳爷 我认为一区礼物要送给你 这个盒子里的石头 十分奇特 是你让我看到了 重新做回男人的希望 所以这个 请你务必收下 刀子啊 你这石头 可帮了我大忙了 以后有什么事儿 你尽管跟我说 当然 汤哥也是 哦 那就多见小羊兄弟照顾了啊 哈哈哈哈 爸 你说要给我介绍的英年才俊 在哪呢 丫头啊 我要给你介绍的 就是你小岳叔叔 怎么是你啊 这天实在太热了 我还想要装满结熟汤呢 怎么是你啊 我要感谢你光顾的汤味呢 怎么 孙儿 跟我的丫头 你们认识了 啊 哎呦 嗯 这还真是缘分的啊 哈哈哈哈 哎 丫头 来 还不叫人啊 叫叫李叔叔 爸 这 这不好吧 他才大我几岁啊 应该叫哥才对 就是汤哥 我听到快别扭了 要不 咱各叫各的 是让杰大欢喜 好吧 那我就各叫各的 谢谢这位大哥 好吧好吧 那就各叫各的 哎 小姐 昨天答应我的事 怎么样了 好 唐哥 答应你的事 我自然不做的 哎呦 这个给您 上 谢谢兄弟啊 这个可把我救了 来 拿来 佳瑞哥哥 你觉得 唐天琪怎么样 吴华如 你怎么突然问天琪 这小孩的吧 你快点跟我说说 你对他的看法嘛 我倒是不骗你 骗你 骗你这小孩的吧 长得挺漂亮的 性格 也挺泼辣的 为人还算可以 挺适合做朋友的 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没什么 我看 唐哥有意撮合你们 而且佳瑞哥哥 你年纪也不小了 要不 你就跟唐天琪试试呗 温如 你说什么呢 你说你温柔提提 我要娶的人是你啊 能够娶到你做妻子 才是我人生一大乐事呢 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好 咱们快回家吧 回去晚了 李叔该着急了 嗯 那我们骑车走 嗯 算好了 嗯 这位小哥 请问一下忘龙村怎么走呀 小哥 美女 貌似你不是我们忘龙村的人吧 我并不是忘龙村的人 我是来忘龙村支教的 支教 你确定你没有搞错 搞错 嗯 难道你们这村子 不是附近最贫困的村庄吗 是啊 可是 我们忘龙村 压根就没有小学啊 啊 那我该怎么办呀 美女 你要真是来我们忘龙村支教的 如果你能受苦 我倒有一个办法 我可以叫我几个朋友来 试试让他们投资一所小学 那当然 不然我也不会来这了 嗯 不过 你真的有办法吗 不管你信不信 我试试才知道 当然 我也想我们忘龙村改变现在的状况 那就从小孩子抓起 最未可靠 嗯 就是这也太 太太能傻了吧 怎么还没去呢 就后悔了 后悔 我黄诗诗的字典里 可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两个字呢 既然你没有后悔 那我们就一起努力 争取在开学之前 把学校建立好 至于这钱 我自己想办法 真的吗 你真的有办法解决吗 既然选择做了 那就做全套了 我 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有点缺钱 要不知建设小学的费用 我也试着联系一下别人 让他们过来投资吧 不用了 我自己想办法 要是这点困难 我都克服不了 那我怎么带着我们忘龙村的百姓 发达致富啊 既然你态度如此坚决 那我就不插手了 不过你要是有资金或者是其他方面的问题 一定要跟我说 我会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你的 好 那走吧 我带你去烘虾姐家 今晚你就在那住吧 好 唐哥 哎哟 兄弟啊 我还要去找你呢 没想到吗 你一定都来了 来 坐下 唐哥 你找我 我会是一个人 没有给你配成交朋友 对对对 嗯 我呢 有几个生日上的好做好办 老朋友啊 他知道啊 你有这份卖的药 然后呢 他们想在你这弄一点 然后 咱也不知道你想不想卖它呢 如果你想卖它呢 那我呢 就给你介绍一下 怎么样 不瞒唐哥说 我他是很多的意外的唐哥 只不过多少钱一副合适呢 多少钱 30万一副怎么样 30万一副如何 好吗 这 前提呢 兄弟 那就五十万 五十万一副 我相信呢 这帮老家伙 他们愿意出这个钱 啊 啊 不是 六十万也行 但是吧 再高的话 我估计 这帮老家伙 会救我 乔主 不不不 唐哥 我不是这意思 你误会我了 五十万一副已经很贵了 三十万 十万 十万其实也行啊 十万 哈 我兄弟一副要 卖他们十万 他们想的美 嗯 最少 五十万 相信 哥哥 五十万绝对没问题 对了 唐哥 我有个事想求您 我想在我们村里尖宿小学 不知道唐哥 有没有这方面认识的人 对 你推荐推荐 兄弟啊 搞定了 这老小子在附近办事 正好经过这里 马上就到 真的 哎 兄弟 我刚才怎么感觉 你最近好像缺钱呢 啊 不应该吧 你既然会配置 自饮养颜的方子 那怎么可能会缺钱呢 唐哥的意思是 让我配置出一些自饮养颜的药方 然后在身上售卖 对啊 现在这种药 多换钱啊 这办法都是可行 不过我得准备准备 实际上我现在不能将自作养颜的药方 在世上推广 不过我可以在嫌疑之间配置出一些 给嫂子和天琴的小丫头送去 那哥先谢谢你了 兄弟啊 哼 你就相信了 绝对别错 只要你们的东西好 配置出来的药 管用 让你嫂子这个圈 马上嫁子 绝对不甘心 甚至让 比咱们这个往前面 像的嫁子 那都高十倍 甚至几十倍 哈哈哈哈 既然小哥都这样说了 那我就明天 或者后天 去拜访一下嫂子 然后带上一些药品 给嫂子送去 那 就再熬我了 哈哈 胖哥 你说那位神医 在哪儿呢 胖哥 你说那位神医 不会就是草子 这看着也不像呢 老计 你有点过分了 既然这位小哥不相信 那就算了 不过呢 这位小哥最近这段时间 特别是到了晚上 一定很难熬吧 真一 还想您救救我 我是实在 不想承受这难以忍受的痛苦 小医艺术浅 你还是任性高人吧 这 胖哥 你看这位小生医生 刚才 你以前得罪了 还想您 我都说几点好吗 哈哈 老计 说你点什么好吗 你自己把我兄弟得罪了 让我给你擦屁股 怎么想着你啊 啊 汤 汤哥 只要你能让这位小生医 医治我腿上的痕迹 我愿意欠你一位医 哎 那好吧 老计啊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 我就勉为欣然再帮帮你 但是啊 我兄弟脾气比较快 能不能答应你给你看 那得看你老计的道法啊 好 只有你劝个 就算是不答应 我也愿意欠你去 好 兄弟 老计啊 我这位兄弟 答应帮你 看看你的病 真的 那就多谢唐总吧 改日 我一定好好聚一聚 小沈爷 刚才 都是我太鲁莽了 哪太经历 见谅了 现在是唐总的朋友 那时候李佳悦的朋友 刚才啊 我也成功了 应该的 应该的 小沈爷 不知道我这身上的伤势 该如何是好 你的腿上的寒毒 是不是到了夏天才工作 特别是到了蚂蚁上 就像有千万只蚂蚁在撕咬你 对对对 确实是这样 还想声音 出手也知道 都是朋友 我不会看着你受苦 只不过 我今天没有工具 也不能将你体内的寒毒提 前日啊 我在帮你治疗 真的 小沈爷 你真的能够将我这腿部的寒疾 你一致二致 当然 你现在告诉我这把腿部的 我先帮你压沈下寒毒 省着你整体肩膀 收拾寒毒之后 就这点 现在 在你的褲脚转体 给你做好 呢 秦总 你擦拆的水 还疼吗 噓 哎呦 唉呦 好的吗 潘哥 真的太神了 沈爷 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这次多亏了你呀 哎 老季啊 真不是我说的 有志不在您高 对对对 汤哥你说的太对了 你刚才呀 太鲁莽 我能把我兄弟叫过来 就证明他是有真本事的 刚才确实是我太鲁莽 老季啊 其实这次找你来呀 是我这位兄弟 和你有事商量 小神医有事情有求于我 只要我尽我能够办到的 我一定要全力 汤哥 是这样 我想在乡村呢 建立一座小学 听汤哥说 只是发分的专家 所以 请你帮个忙 建立一座小学 什么样呢 只要小神医愿意 我可以建十所小学 全部以小神医的名义 捐赠 那倒不用 我就是建立一座小学而已 至于价钱嘛 家里小学多少钱 有一分钟 小神医 小神医 这建立学校的钱 我就不要了 这一点点小钱 就当做 一致我这两张嘴 的定级好 如果你把我这两张嘴 治疗好了以后 我再给你 一百万 你看如何 哎呀 老计啊 其实啊 如果你跟我这兄弟 出的好的话 你们俩其实可以 有进一步的合作 什么合作 解手汤啊 兄弟 我工具里工人喝的时候啊 他工作效率明显提高了 师傅 那怎么可以考虑 你想想 跟你说啊 李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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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个的 我告诉你们 谁敢游小 我们冒香村的经济发展 脱贫致富 把我跟他们一玩 就是 人家每个月 给我们一千块钱 证明我们那块地怎么了 你们不同意 不代表我们不同意啊 你们一家子 是不是都是黑心肠 哎呀 你们干嘛呀 有什么话 你们不能好好说吗 白宛如 之前我就和你们说过 让你们 将藏龙潭旁边的地 给让出来 可是李贤 又要不仅不听我的劝谨 还找人将我家男人 和我儿子给打了 如果不是我们命大 我们都不能回来了 就是啊 王哥花了多大的心 弄到了这么好的一块 黑约的大人 他平然大人 太过分了 是不是啊 对 太过分了 什么意思 现在看来 你们是包藏货心呢 我觉得乡亲们应该 把白宛如和李贤 还先抓起来再说 如果李贤 occacat 那小子能出来到好 如果不能出来 这样太 很多黑场 对 发费一家子 宽有了 我们心里 相亲的人抓起来 让他们赔钱 赔钱 对 赔钱 诗诗妹子 你快点给家月打电话 叫他快点回来 要不然他妈一会儿 就被村民们抓起来了 红霞姐 家月已经在路上了 相信用不了多久 就会到的 看起来的 是个别的 不可能 你参与来成果 怎么可能 真是这么多久 你怎么回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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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你急过嘛 王富贵 我奉劝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见识 不然 我让你下半辈子 在床上度过 王富贵一个月 给村里人 争取一千块钱一个月的 人家四处奔波 为了村里人 你干啥 不让人干什么这事 是啊 李家月 你究竟是何居心 你们这家子 简直就是坏的骨子里面去了 是啊 我承认 我之前 确实做过很多坏事 可是我现在 真的是在帮助望龙村脱皮 难道 你连抽契做人的机会 都不给我吗 就是 就是 可不 富贵为了村里人 欧心立血的 啥非苦心的 啊 你在看你 哎呦呦呦 奔驰 哎呦我天 还把黑衣服保镖护航 你现在发达了 富裕了 你记得村民们吗 你给村民们有啥贡献吗 封老乡你们谁当过他便宜 啊 李嘉运 你无才无德的 这好车你能配得上呢 哎你说实话 你是不是在城里做啥 不合法的勾当了 干缺德事了啊 是不是啊 严查李嘉运 对严查李嘉运 严查李嘉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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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够了吗 说够了 给我闭嘴 虽然我不知道王富贵 对大家说了什么 但是我相信一句话 那就是狗 永远改不了吃屎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王富贵一定在煽动大家 与我作对 然后用一丁点的钱 霸占你们的钱 最后大家一分钱都得不到 我坑口无凭 我这样说大家都不会相信 不过没关系 我有证据 是我同学的 是他让我来家车里靠近藏龙台的土地收回来的 他收回来之后 每年就能给我们家十万块钱 所以 是谁说的 我相信大家都清楚了吧 至于王富贵 带大家来的目的 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吧 碧月 就算你说的没错 但是大家也不欠你的呀 你说什么 这三辆车怎么回事 即使你不问 我也会说的 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们望龙村的小学 已经破旧不堪 孩子们无处读书 恰好我有一个建筑物的朋友 想在我们望龙村建立一所希望小学 所以我此行出现的目的呢 就是脱关系 来帮助我们望龙村建立希望小学 至于这三台车呢 并不是我的 而是兴隆集团 唐总 唐熊龙的 好啊 可以 想要证据那这样吧 我们签合约 怎么样 签完合约之后 谁要是违约了 那不但要进监狱 而且呀 还要付十倍的违约金 你们看怎么样 至于多久呢 这样吧 任由大家选择 十年花十年都可以 我无所谓的 反正呢 我呀 是带着满满诚意来的 啊 好 人家唐董事长是很忙的 没事 唐董事长 我们不着急 你慢慢来 唐董事长什么时候有空 咱们随时欢迎 好 那既然大家没问题 那我就抓紧时间 啊 你订合同 我们啊 到时候咱们约在一起 一起签合同 怎么样 好 我们随时欢迎你 好 咱就这么定吧 上去吗 咱们就回去吧 那先回去 好 你先回去再见 兄弟啊 我怎么想不明白呢 主意是你出的 那钱呢 也是你出的 唐哥 季总 刚才你们也看见了 村妹妹看我们李家 虎视眈眈的 如果你们二位不在这呀 我这三代车 就变废铁了 爸 你没事吧 没事 小乐 爸 你是怎么认识唐心龙唐走的 其实 就是一桶急煮汤的事 下月啊 这次的事情真跟老爸沾了脸呢 那还不是老爸叫他又放 没想的 唐哥 哎呦 来了 小月兄弟啊 你可算是来了 快走快走快走 你要是再不来呀 你嫂子 这让我被搓一把肉 小月弟弟今天可是第一次见我 就把人家说的这样子看 这以后啊 小月弟弟可是会误会的 唐哥 我说怎么每次出去 你的老嫂会变 原来嫂子长这么漂亮 不过我有这么漂亮的老婆 我也早回家呀 哈哈哈 老唐 你看看小月弟弟的嘴巴多甜 哪像你一样 成天呀 不是挑这个就是挑那个呢 嫂子 我头一次来咱家 没准备什么贵重的礼物 昨天呢 我熬制了几颗药碗 有滋补养颜的功效 不知道嫂子你啊 能不能喜欢 哎呀小月弟弟多见外眼 你看做小月弟弟 我听你唐哥说 这个小药丸 它可以自补养颜 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呀 嫂子 这小药丸 确实有自补养颜的功效 而且还能排毒呢 每天晚上你吃剩一粒 每天早上 你洗澡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身体里有黑色的毒素流出 很厉害的 是吗 那真是太谢谢你了 以后啊 你就是我的亲弟弟 有什么事情啊 尽管招呼唐哥 他要是跟你办不妥呀 直接找嫂子 嫂子呀 一定给你办得明明白白的 哈哈哈 谢谢嫂子啊 不不不 是嫂子要谢谢你 以后啊 我再见到那帮臭女人 我就可以得意的笑了 哈哈哈 哎 老唐 天琪的丫头跑哪去了 不知道小月叔叔今天要来吗 哎呀 嫂子 其实天琪的丫头 没笑我精髓 上次也说好了 各叫各的吧 叫哥哥就行 哥哥 叫哥哥好呀 要是能做天琪的情哥哥 那就更好了 哈哈哈 谁要做我的情哥哥呀 谁要做我的情哥哥呀 你这个丰丫头 你跑哪去了 不知道小月哥哥今天要来吗 我跟你爸呀 还有点事情 你呀陪小月哥哥好好聊聊天 哦对对对 还有点事 小月啊 你们俩先坐着啊 一会儿再加点吃饭 好的三个 小月哥哥 我妈说 让你做我的情哥哥 你妈 常常笑的 小月哥哥如果愿意 我可以 可以 可以 可以什么呀 可以去这做你的朋友 小月哥 小月哥 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一个随便的人啊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我 我到现在还没有谈过恋爱呢 甚至 人家的初吻还在呢 人家只是看到你 觉得你特别有男人味 比我老爸强过了 而且 我总觉得你身上有一种独特的气质吸引着我 让我对你有一种困然心动的感觉 人心妹妹 说的 话呀 开玩笑的吧 没开玩笑 月哥哥 你去做我的亲哥哥吧 好吗 小月 哎呦 你们继续 你们继续 就知道我不存在啊 我什么都没了 他们的 干什么 月哥哥 没事的 被老爸看到了就看到了呗 谢谢姐 我从来想起 我还有事 我先走吧 我先走 去哥哥 小月哥 小月哥 出大事了 你才回来 怎么了 你说清楚点 隔禹王家村 听了咱忘了村友商人投资 跟咱们抢田地呢 李叔现在还在地里头 这要出什么事 可如何是好啊 没事宛如 我们先去看看 把事情弄清楚再说 去的事有我呢 咱现在就去 走 走吧 你们忘龙村的男人 基本上都死绝了 上一帮老娘们 你葬什么地啊 以后 谁再说这片地 是你们的 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 就是 以前死了丈夫的老娘们 葬什么地 赶刚刚过一块钱 不然真正没有好看 你们这是欺人太深 这块地本来就是我们忘龙村的 你们也想要这块地 除非从我这老骨头身上踏过去 老东西 我数三生 赶快快过来回去 不让真对你不客气 你这个老家伙 给你脸你不要 今天我废了你 干什么 你今天该斗手 我们是几个女人 就废了你 才是你们 身上也毕竟会留下一点伤 对 又长庭 今天你要是赶来 我们就和你拼了 虽然我们打不过你 但是也让你们身上留点痛 你个老东西 你自己找死 那就别怪我们新人手了 你们居然敢对我爸动手 小爷今天让你们知道知道 对我爸动手的下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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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让你知道知道什么是更差 你先跑 啊 啊 快点跑 哈哈哈哈 好 打得好 打死你们两个憋屎 叫他们是两个该死的家伙欺负我们 像他们这种人 最应该踩在脚下 小鱼啊 你是好样的 是的 我现在问你吗 这块地 是谁的 是望龙村的 这一块地呢 哦 是他的是吗 我现在问你啊 这块地是谁村的 啊 我让你说 这块地是谁呢 啊 望龙村的 啊 啊 望龙村的啊 从今天开始 你们给我听好了 如果再有人敢欺负我们 望龙村的人 我李家元第一个站出来 我会放过他 如果你们不相信 那可以试一试 会不会像这根橱头一样 看什么看 还不会关 一会见你有嘚嘚 不用嘚嘚了吗 李家元你在家吗 家元你在家吗 是是 我在家呢 一大早上 你怎么就来了 家元 哎 你快把衣服穿上 我又没光着 你怕什么呀 你穿好了没 等一下等一下 你这一大早上来 有什么事吗 等你穿好了我再说 嗯 好了大小姐 可以走过来 哎呀我来找你吧 是这么个事 你看咱们村小学 现在也已经 逐渐步入正轨了 但是好几十个孩子 就仅仅只有我这一个老师 你说附近村子的人 可能也会来 那到时候我一个人 根本就忙不过来呀 就这事啊 是是 这个你不用担心 我这两天就掌握 真的 那这事就麻烦你了 说什么呢是是 你为我们忘龙村 操这么多心 我们应该感谢你才对 你为我们忘龙村 操这么多心 我们应该感谢你才对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哎对了 你今天还有什么 其他要忙的事吗 有没有什么 我可以为你分担的 没什么事 你这两天都够累了 你就好好休息就行 佳佳佳佳 诗诗来了 宛如佳佳 我还有点事要忙 我就先走了 佳佳佳 你在家吗 天奇 你怎么来了 我为什么不能来 我来是为了谢谢你啊 谢我 谢我什么 当然是谢谢你 为我练制的弹药啊 找我感觉好舒服啊 对了月格格 这是我亲手给你做的糕点 快尝尝 味道怎么样 好吃 味道真不甜 宛如姐姐 你也尝尝吧 你尝尝尝我 你尝尝一尝 怎么 姐姐是些提我做的不好吗 这位姐姐是 宛如佳佳 我还有别的事 我就先走了 诶诗 我有事跟你说 我们一起走 天琪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当然是 谈她做你女朋友的事 天琪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当然是 谈她做你女朋友的事 天琪 这里你可不能乱说 李玉 难道觉得我唐天琪 配不上你 认为我没有人要 才会子贴赖脸的赖着你吗 今天 只要是说一句 叫我以后不要再来找你 我保证从此以后 绝对不会再出现在 你的世界里面 哎呀我都哭了了 我错了 我错了还不行吗 你别哭了 你这个坏人 我打死你打死你 你怎么不动啊 我打你 你不是要躲吗 没有把你打疼吧 我说皮则肉厚的 能疼哪去 怎么可能不疼 我刚才可是用了很大的力气呢 不行 我一定要看看你身上有没有伤 没没 我这里是 我真没 别 现在的女孩子都这么开放了吗 我这样怎么了 我这样我开心 有本事你也来 你这么做不怕你父母说你吗 不知道你父母看到你这样 这么奔放 心里会怎么想呢 怎么 我就喜欢这样 而且我爸爸也希望我带着李月 所以我现在就有些迫不及待了 想要和李月生日煮成熟饭 怎么 你嫉妒 即使你再嫉妒 也不会像我一样勇敢 当着大家的面 做出这样的事情 你也 也是 一看你就是一个安分手洗的人 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 所以李月只能是我的 也只可能是我的 他一定和你这种乖乖女无缘 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我说你不敢像我一样 所以李月注定会是我的 你敢吗 所以李月注定会是我的 你敢吗 我告诉你 你唐天琪能够做到的事情 我黄诗诗也能做到 而且要比你做得更好 既然你都敢 那我有什么不敢的 好啊黄诗诗 没想到你有这么彪悍的时候 哼 我说过 你唐天琪能够做到的事情 我黄诗诗一定会做得比你更好 怎么可能 刚才明明是我先亲的 虽然你也做了 但是你照着我去做的 依旧比不上我 你刚刚不就是偷亲了 佳月一下吗 但是我不同 我刚刚亲佳月的时候 他回应了我 他刚刚貌似没有回应你吧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只是偷袭 而佳月早晚会是我的 而不是你的 你放屁 明明不是这样的 我有没有说谎 你心里清楚 所以我建议你啊 还是不要跟我比了 没有意义 不比 今天我就比给你看 看看佳月到底是谁的 我说过 佳月是我的 没人能和我抢走的 所以我建议你啊 还是不要跟我比了 没有意义 不比 今天我就比给你看 看看佳月到底是谁的 我说过 佳月是我的 没人能和我抢走的 你放手 你这样做就是在跟我抢男人 这样子不要连 吃你的 吃你的有本事叫他推稿啊 如果你有这个本事 我就交个账给你 如果没有 你就给我闭嘴 试试就试试 谁怕谁 你们两个吵架 关我什么事 闭嘴 你们闹话都没有 我还有点事 我先走了 我也先走了 宛如 刚刚是他们主动 亲的我 跟我没关系 真是他们主动的 对 我发誓真是他们主动的 他们主不主动 关我什么事 宛如 大爷 你再往前一步 我就让你这辈子都见不到我 宛如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刚刚新家 他回应我了 刚刚他貌似没有回应你吧 而且我爸爸也希望了我嫁给李玉 所以我现在就有一些迫不及待了 想要和李玉生米煮成熟饭 王冲 你走得也太快了 走跟我回去 你放开 我决定了 以后我们保持一点距离 为什么 为什么保持距离 你跟我说清楚 因为我妈在城里给我找了一个对象 我同意了 不 不是这样的 你在说谎 我没有说谎 我说的就是事实 不 一定不是这样的 你喜欢的人是我 你绝对不会同意的 喜欢 喜欢有什么用啊 我妈不同意我们在一起 你有那么多喜欢你的女人 宛如 我们就尊重自己内心的想法就好了 不要去管那么多好不好 尊重内心的想法 那唐天琪怎么办 黄身事又怎么办 尊重内心的想法 那唐天琪怎么办 黄身事又怎么办 不知道怎么办 不知道怎么办了吧 所以 你还是放下我吧 在他们两个之中选一个 不 我不会放开你 我不要什么唐天琪 我也不要什么黄身事 我只要你 宛如我只要你 你给我放开 我 我不会放开 宛如我只要你 我要的人是你 我要的人是你 我要取的人也是你啊 放开 不说 你 懂不懂 我要取我妈家总经的几天 你不要来找我了 你的眼睛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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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小月来了 老子 小月弟弟你可算来的 你快去走 对快走快走 你呀 要是再不来呀 我这宝贝女儿在家里可就待不住了 妈 你胡说什么呢 明明是你想要那些免纹养颜的弹药 这些事情都推到我们的手里了 织女莫入母 你的小心思呀 妈妈都懂 绝绝哥哥 我们还是去楼上吧 不然以后我老爸老妈又该说话 天心妹们 我们就在这儿带给您好 对了 嫂子 我知道你喜欢这美容养颜的药味 特别 就给你带来十几个 特别昨天晚上 连夜变质的 小月啊 你这心可东西 你这个女婿啊 我认定了 妈 别再说了 你就这么希望我家给她 你这傻丫头 老妈这不也都是为了你好吗 你要是喜欢她呀 你可得上点心 再说了 像这样会议一束 又年轻帅气的 最重要的是啊 老妈跟老爸都非常的满意 你说说去哪儿找着你 老妈跟老爸都非常的满意 你说说去哪儿找着你 对对对 你妈妈说的对 我看你就是被她那些买完养颜的药丸 就收买了 你这丫头 就瞎说了 老唐 今天呀 我给保姆放假了 咱俩呀 亲自下说 好 咱两头了 好久没合作了 走 小悠哥哥哥 你也不见 人家好想你啊 我可以亲一下吗 小悠哥哥 你感觉怎么样 小悠哥哥 我看你又害羞了 天琪 你爸妈都在厨房呢 这要是看见 成何体统呢 看见就看见呗 反正他们也十分支持我们在一起 至于老唐 他是吃了秤多铁了 先要你做谈女婿 而且我妈 他更加希望你做谈女婿 这样他就可以光明正大地让你孝敬他 给他那些美容养颜的弹药了 不过 被他们看着我也觉得有些别扭 要不然 我们还是去楼上吧 去楼上了 我们想干嘛就干嘛 被他们看着我也觉得有些别扭 要不然 我们还是去楼上吧 去楼上了 我们想干嘛就干嘛 我还是不要了吧 小悠哥哥 难道你喜欢被人偷黑的感觉 好了 我带你去我房间看一看 我这还是第一次带两孩子去我房间 你可能要好好触观一下哦 安妮 你快点走 刚才呢 刚才你什么也没有看见 对对 我什么也没看见 我也想 丫头 原来你想要那个呀 你早跟我说呀 那哥哥咸鱼之际 帮你熬制了便是 丫哥哥 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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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丫哥哥 可那你呢 丫哥哥 你看 丫哥哥 involved 丫哥哥 我就知道 丫哥哥 我就知道 丫哥哥 我不想用 丫哥哥 我不想用 丫哥哥 ücks飞 丫哥哥 Mars 擦下天的能不热吗 天奇妹妹 你还是先别擦了 让他自然留就好了 也许留着留着 他就不留了呢 哪有留着留着就不留的呀 岳哥哥 还是我来给你擦擦吧 我 岳哥哥 你感觉到哪里都舒服吗 天奇 这屋太热了 要不我们还是出去吧 不嘛 天奇 这屋太热了 要不我们还是出去吧 不嘛 岳哥哥 我就想和你单独相处一下 而且岳哥哥抱着感觉 特别舒服 温暖 岳哥哥 其实我好喜欢你哦 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就对你有一种心动的感觉 不知道 这是不是成熟中的一见钟情 天奇 我突然想起我有点事 我 我先走了 哼 小样的 早晚是我的 黄老师 你上次的事儿不好意思啊 我 没事没事 反正我也不知对 我开始是有个事要跟你说的 什么事啊 是这样的 从昨天开始 红霞姐好像就不太开心 告诉我搬到别处去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没事 我带你去看看 行 来 黄霞姐 今天又漂亮了 我一个老女人 再没有什么用了 还是比不上这些小姑娘了 黄霞姐 你就别打趣我了 我今天过来 是商谈一下黄老师住宿的问题 小微弟弟 姐姐这儿 多爱一个女人住 貌似不太习惯 但是 如果是你来住的话 姐姐倒是 特别愿意 佳玥 如果这位姐姐实在不习惯的话 那就算了 我自己再找地方吧 黄霞姐 你就别拿为我了 小微弟弟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之前 你看姐姐身体的时候 可没有大叔 还有 这草丛里 打住打住 你在那瞎说什么呢 李嘉月 我真没想到你居然是这样的人 黄老师 你听我解释 解释 你有什么好解释的 就是 小微弟弟 难道 你之前 也有看过姐姐洗澡时候的样子 又或者说 在山上 你没有帮助 秀兰妹子脱衣服 你没有帮助 秀兰妹子脱衣衣服 黄霞姐 你别再捉弄我了 我怕了 我真的怕了 黄老师 小微弟弟 如果今晚 你陪姐姐一晚 姐姐就给你 好好解释解释 不然 黄老师 我还有事 我改天 我找你 黄老师 黄老师 你听我解释 解释 你有什么好解释的呀 我原本以为你是正人君子 没想到你私生活居然这么烂 自己有了女朋友不说破 还对村里的那些姐姐们下毒手 你良心不会痛吗 是 我承认我之前是做过那些事 不过我那也是在情急之下 迫不得已啊 那你做就做了 现在都承认了 还有什么好解释的呀 黄神师为什么生气呢 难道他对我有意思啊 不不不可能 黄老师 要不这样 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跟你讲一讲 讲完之后 你要是想走 也不迟啊 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跟你讲一讲 讲完之后 你要是想走 也不迟啊 行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解释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 当时我爸 我就在那 你说的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 好吧 那我暂且相信你 那走吧 先回我家 然后再帮你找住宿的问题 行吧 哎 嘉悦 你爸 在家吗 我爸 我爸应该不在家吧 我都好几天没回家了 你找他有事吗 没 没什么大事 没事 那走吧 安如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刚我去你家 你家还锁门呢 刚回来 呀 诗诗也来了 宛如 宛如 黄老师 刚好你们俩都在 我有个提议 不知道你们俩能不能答应 什么事啊 宛如 你看是这样 咱们小学呢 还等一段时间能竣工 我跟红虾姐 还吵了架 也不好意思再麻烦她了 你看能不能让黄老师 再也能住一段时间 你们俩看怎么样 如果宛如愿意的话 我倒是无所谓 行 那就过来住呗 反正家里够大 那太好了 房子解决了 嘉悦 咱不好了 秀兰被折走了 他让我来救你 现在在家躺着呢 快去吧 那我先过去的 快快快 秀兰姐 秀兰姐 你没有中毒啊 我确实没有中毒 但是叫你过来 是我一件事 想让你帮忙 秀兰姐 你这是干什么 小月弟弟 你过来 只有话想对你说 小月弟弟 姐还是第一次看见 你还有这样 腼腆的时候呢 之前 你吃点豆腐时 可没见你这么老实哦 秀兰姐 你这是干什么呀 弄弄有点措手不及了 街巷在你这儿 借点东西 借东西 你早说啊 只要我家家有的 我会毫不犹豫地借给你 小月 你 你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秀兰姐 你这是干嘛呀 当然是真的 秀兰姐 你这是干嘛呀 刚才你不还是 答应人家借东西给我吗 现在怎么有 这么大的反应 你借都不借就借 你脱我衣服干嘛呀 不脱衣服怎么借呀 这不是在说笑吗 难不成秀兰姐 找我借的东西 是那个 这 这也太离谱了吧 秀兰姐 你究竟想要借什么 你说清楚一点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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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你那个呀 那个 那个怎么借呀 小月 既然你不愿意把你的种子 借给我 那我别找别人吗 种子 秀兰姐 你是说 要借我的种子 不然呢 不然你以为 借还要干嘛 难道你以为 我是在诱惑你 在你眼中 我就是这样的人吗 既然你不答案借给我 那我就无耳无语 一个人活到死了 秀兰姐 你先听我说 听你说 有什么好听你说的 在你眼中 我就是一个水性洋瓦 不容不道的女人 你给我滚 你认为 我愿意这样吗 虽然 我对你心动过 虽然 有时候在夜间 我独自想过你的样子 但是我知道 我配不上你 所以 我只能将自己的小西子 藏在心底 就在前几天 孔霞姐在我面前 诱惑你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心里 特别不舒服 就想 将你从她的怀中 抢过来 可是 我做不到 我也不能那样做 就在前几天 他们说 让我生个孩子 以后好有个依靠 可是 二狗子已经死了 我去哪儿生孩子 于是 我就想到了你 可是你却误会我 小月 这件事 我不再为难你就是 秀兰姐 你别哭了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就是 小月 你没有必要答应我 我也不需要你的同情 这件事 就这样算了吧 秀兰姐 你觉得我家 是那种言而无信的人吗 既然我答应了你 我一定会信手承诺 李叔 以后啊 你要好好吃饭 照顾好自己 小如啊 有你做的这么好吃的饭菜 我饿不着 黄老师 您吃饭 李叔 你也吃 小如你吃 爸 黄月回来了 家月哥 快吃饭 刚才你说哪儿啊 刚才 那个 秀兰姐被毒蛇咬了 我给她医治了 不过现在没事了 没事了 那就好 那就好 家月 吃饭吧 万若 你还生过气吗 家月哥 我要走了 什么 你要去哪儿 我妈生病了 我得去城里照顾她 可能 一年都回不来了 你走了 我怎么办 我不同意 我跟你去城里 照顾婶婶 等婶婶病好了 我就娶你回家 月哥 我跟我妈 谈过咱俩的事 她不同意 我们在一起 还说 我再闹下去 她就不活了 宛如 不管你走到哪儿 我都会把你找回来 我喜欢的人是你 我一定要娶你 月哥 你知道我的心 如果我回来 你还愿意的话 我就嫁给你 宛如 月哥 我走了 是我没有勇气违背我妈的意愿 对不起 等我妈的病好了 我会回来的 如果 到时候你还喜欢我 我就嫁给你 宛如 宛如 不管走到天涯海角 我都会把你找回来 小月 放心吧 无论通过什么渠道 我都会帮你找到她的 月哥哥 我来了 堂哥 天涯也跟我们去 干嘛那么惊讶呀 怎么不欢迎我 没有没有 那就好 走 我们出发吧